一顆球一條線 外加一個重鳴 這就是很多人的 兒時回憶 鑑狱 不過一再有8年經驗 現在是三段的 鑑狱達人小翼手上 同萬變成一門儀術 這鑑狱基本10招裡面 其中一招叫做世界一招 球會先接到你的小鳴 然後再接到你的大鳴 再接到你的中鳴 最後用指劍做結束 飛行機再接宇宙大爆炸 這條線也可以用它來做一些 比較高難度的動作 玩法不再呆板 反而驚呼連連 鑑狱搭配特技 舊玩具 新玩法 好了 我們現在來示範鑑狱 最入門的技巧 也就是指劍的部分 把球刺到指劍上面就完成囉 好 熱身 熱身 好 我們看下一條新聞好了 這也太難了吧 不認輸的我 立刻找達人教學 果然馬上就有效果 小翼說不少鑑狱 鑑狱都加入了設計元素 讓童玩變成流行草運動 不一樣個人化的圖騰 所以鑑狱可以代表一個人的風格 把童玩變時尚的還有扯鈴 剛拿下台灣花式冠軍的扯鈴達人 趙志翰 競賽搭配穿著 讓他很有感 比較不會再穿一些傳統服飾 都穿了一些比較 比較屬於自己比較帥的衣服 從道具到服裝 鑑狱跟扯鈴打進年輕世代 同時也兼顧時尚跟潮流 也讓台灣的童玩登上國際舞台 記者當初回來掃 太陽白了